小彬彬开店凄惨仅一桌,瘦13公斤钉帐本苦称。 小彬彬,温赵宇,经营的热炒羊肉炉内湖店日前收摊,现专心做长安店,她曾透露生意不错,但苹果连三日发现店内生意并不好,小姐她坐在店内看着,仅有九色半,看起来满脸愁容。 她左坦言前天星期六从五到完仅有一桌客人,每天卖的最好的是20个限量便当,基本营业额2000元起跳,170公分的她自嘲从81公斤瘦到68公斤,因为生意不好做,没什么胃口。 记者上月26日晚赴宾宾宾正记者炒羊肉炉长安店,发现店内近一,二桌客人,生意颇差。 隔日在店内,直击小彬彬低头坐在店内一角,一会儿看手机,一会儿看桌上账本,眼神放空,店内客人依旧稀少,对比她日前的生意不错说法,略显凄凉。 上月31日晚,记者守候到小彬彬下班身影,她跟弟弟其他店员,家人一起下楼,神情有些疲惫,而稍早打烊前约一个多小时,生意依然不佳。 对餐厅生意,小彬彬左坦白说,去年8月长安店开幕,今年1月重新装潢,她打了约280万元,之前营业额最好有60万元,但人事费用高。 她请了三个师傅,三个外场,自己领次万元薪水,收支刚好打平,现为了开源节流,师傅剩一个,外场由她和弟弟负责,自己累一点没关系了,不然怎么办,现在时机也不是很好。 但自北媒体报道内湖店关门,不少客人误以为她两家店都收了,先后取消长安店的部位,晚上客人缩减剩一桌,顶多二桌,营业额掉很多,她苦笑说,像礼拜六整天只有一桌,我都要昏倒了,我收掉的是哪一桌? 湖店,长安店还好好的开着,再这样下去,连长安东路店都要收掉了。 她现每天早上7点起床买菜,中午营业到下午2点半,接着就在店里打得哭睡觉,睡到下午5点起床准备晚上生意,收工回家已凌晨12点多, 一周只有星期天休息,她坦言现在生活品质不好,没个人时间,但轻视灵,等稳定一点,可能会认识一些女生,她笑说,现在连床套顺一点的衣服都没有,每天只能穿制服,走到哪都穿制服。 除了餐厅生意,小宾宾的餐厅中午还有卖便当,一个便当100元,她和弟弟会轮流去一楼边喊便卖,她透露一天卖20个限量,通常一开始卖就呛光了,等于是每天有基本2000元营业额, 她说,想让人家买了便当,觉得好吃下次可以进来吃,但也不能做多,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我店里吃饭,一直吃100块的就好,我店里有定食,净饭,180元起票。 她昨代儿子小小兵,迷你兵去苗栗出席妈祖安座大典,没求事业,感情,只求身体平安健康,合照中小小兵的微秃小腹很明显,她称小小兵应该是婆妹,而她和小军临婚后,从81公斤瘦到68公斤, 进来阴芒餐厅,又烦恼生意胃口不好,变得更瘦。 特勤组,于若飞台北报道,网友看到小冰冰的遭遇,多数都为她鼓励打气,还有人认为羊肉炉本来就是冬天的生意,要思考气候跟成本控管,建议她生意正好时就存钱, 不要再开店,店租,睡店,人事,装潢样样都要钱,不如找个工作省点花比较没有压力。 还有人觉得小冰冰的上进心值得赞赏,也认为一百元便当算是便宜,但是苦手会耗光资本,别望上有高堂下有老小,希望她多多加油。 苹果直击小冰冰满面愁柔坐在店内看着,桌上还开了酒色扮,特勤组设。 记者连日跟拍,发现小冰冰的店也经生意并不好,店内门可罗雀。 特勤组设。 唯一的一桌客人准备结账,小冰冰的弟弟,左,连忙仔细算钱不敢怠慢。 特勤组设。 3月27日晚间,小冰冰低头猛看手机,面色凝重。 特勤组设。 片刻小冰冰肉眼神放空朗前望,若有所思,桌上还开了好几瓶酒色扮。 特勤组设。 特勤组设。 3月31日进店打烊时间,小冰冰的弟弟下楼倒垃圾。 特勤组设。 片刻后店打烊,小冰冰,左起,跟店内同事,弟弟,家人一起离开。 特勤组设。 小冰冰,后,昨趁星期日苍厅宫修和儿子小小冰和迷你冰去苗栗参加安座大典。 金腾提供。 连注意。 请不吝点赞 格莫 다양한语言。 请不吝点赞 格莫